今天我們來測試HONDA HR-V 0-100 加速成績 其實一直往往問我說 為什麼測的加速總是比別人再快一點 我來跟大家分享一些小撇步 首先你巡機系統一定要先關閉 這樣子可以讓你在起步的時候 不會因為空轉打滑 電腦介入關節氣門或駕煞車 然後再來冷氣一定要關 因為冷氣會吃掉一些動力 至於檔位要怎麼選擇呢 以前像這種CVT變速箱 我都會選擇D檔 因為它D檔會一直keep在高轉 不會模擬換檔 但是現在D檔跟S都是會模擬換檔 所以我就用S 至於起步的話 我就用左腳煞車跟右腳油門的方式 讓轉速稍微雕高一點 然後這時候放下煞車車子就會出去了 但是切記你不要一直煞車 死命踩著油門在踩著 所以發現轉速雖然高了 可是會開始往下掉 所以你起步力量就會減少 再者電腦一直偵測到你煞車的踏板幅度 是高於油門 所以這時候它會把動力一直壓縮 所以即便你放下煞車 你出去的力量也是會很小 所以適當的拉起一點的油門 讓車子趕快出去 這樣子就會比別人再快一點 第二道方式 就是用左腳油門的方式 使用左腳油門的方式